多漏植物千万不要淋雨哦 不来啊 肯定会死掉 因为今天刚好下大雨 所以就让我想到了这个话题 咱们的多漏植物啊 到底能不能淋雨 今天我就好好地跟你来聊聊这个话题 多漏植物啊又不是纸做的 为什么不能淋雨啊 难道淋了雨会化掉吗 这个雨水的话又不是硫酸 下下来 浇到多漏上面多漏都腐蚀了 有那么夸张吗 所以多漏植物是可以淋雨的 不要那么担心 吓得要死 有的人呢一淋到雨呢 紧张兮兮的 你怕啥 可是重点来了 这个多漏植物呢 虽然可以淋雨 但是呢你不要持续的淋雨 记住 持续 也就是连续的意思 不要天天淋 今天淋的明天淋 明天淋的后天淋 后天淋的下个礼拜又淋 天天淋 这样子就会导致什么 我自己都笑场了 这样就会导致你的花盆过分的积水 就等于多漏是泡在水里面 然后又埋在土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的多漏植物烂根 所以现在我们养多漏 你看很多花园朋友大部分 对不对 花盆里面都是有淘粒的 然后用的都是一些颗粒土 它的排水性和透水性都是很好的 所以一旦淋了雨水 积水的话 这个水也很容易怎么样排走 所以不用太担心 偶尔淋那么一两次是没有关系的 不要持续的淋雨 或者有个花园朋友很聪明 刚好你的多漏植物要浇水 放在外面 让雨水浇一浇 让雨水冲一冲 多漏生长的速度还会更快 你们都学会了吗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